人情話題來看到財神也降臨 威力採5.34億元投獎 昨晚開出一人獨得 獎落高雄一間彩券行 也創下金龍年目前最高單柱獎金 開出投獎的業者上個月底才開張 業者透露過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位道士預言 這裡會開出投獎 結果還真的成真了 而近期高雄黃開出大獎引發熱議 不過台財統計 威力採投獎是以台中開出的12次最多 財神行方便炮狂賀5.34億 威力採投獎開出 新孕兒一秒便富翁 來財神爺來了 民眾上門專喜器也判好運降臨 5.34億是金龍年目前最高單柱獎金 業者店面新開張僅一個月 門口流通到寫上財神爺通行 還真迎來財神爺眷顧 說過年就曾有道士預言 他看到一些就是 比較不尋常的光之類的 說有預感我們這邊一定會開投獎 推測幸運兒可能下班路過的上班族 住戶或晚間倒垃圾的民眾 身份引起討論 更有人發現高雄黃開大獎 淡淡春節陸竹曾開出1.61大樂透 前鎮有婦女帶走2000萬 林亞民眾則刮中200萬家賓士 這回威力採投獎再度落在高雄 最近高雄福氣不錯啊 不過翻開統計2014年至今 威力採投獎高雄開出9次 比起台北4次新北7次還多 冠軍縣市是他台中12次 還沒人破紀錄 當地有近時間採券行 5億多元獎金自家開出 中獎人終結聯酒槓變億萬富翁 記者 莊奇緣 高雄報導